《燕南》这是这几年进入大众世界的热门新词 它的出现几乎伴随着压倒性的指责争议和误解 《燕南》到底在验什么 2020年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利纳·阿尔曼热 在法国出版书籍《我燕南》 彼时她没有料到 这本手印才450册的小书 会在全球掀起波澜并引发一系列可笑的故事 故事之一 法国性别平等部的官员看到了此书之后 怒补合并威胁出版社下架此书 故事之二,2023年7月12日 《我燕南》这本书的图书条目在豆瓣上行 当时还没有人正式看过此书 图书还未开印 甚至印刷厂还在等纸 打一新的差评就已经先出现了 故事三 作者波利纳说 自从这本书翻译成18种语言出版后 她便说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谩骂 她开玩笑的说 如今她都已经知道该如何用这18种语言去骂人了 这本书为何引起如此重怒 很多人看到这本书 就认为是标题党 是搞性别对立 性别歧视 如果你也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我拜托大家一定要抽出一小时时间 这本书真的特别特别薄 只要一小时就能读完 它并不是非理性的控诉和情感宣泄 而是一本充满理性 甚至充满温情的女性主义宣言 让我们看到 《燕南》之所以产生她背后的厌女机制和父权体系 你会理解当作者宣告燕南时 她不是对立 而是让人看见听见女性的愤怒 并以此为真正的平等铺平相互理解的道理 作者波丽娜是个年兼28岁的法国女孩 她不仅以书写来对抗男女不平等 更是身体力行 热心服务于救助女性强奸 性侵犯受害者的机构 她的作品包括《我燕南》 《身处之力破碎之所》 及《流场关于自愿堕胎的私密故事》等 波丽娜说 贴上燕南的标签 比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 更加危险 更加危机四伏 她说她肯定不是唯一一个 因为讨厌男性而屡遭非议的女人 大家肯定还记得杨丽的例子 只因她吐槽许多男人 为什么可以看起来那么普通 具有那么自信 都还没到讨厌男人的程度 只不过吐槽了她观察到的真实现状 并被无数网友谩骂攻击 甚至连代言广告的下架 在书中作者说 燕女是一种对女性本身的厌恶 是在历史文化及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 是一种如今以司空见过的系统性压迫 一个最普遍的例子 就是在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 而作者所说的燕男 是针对某一些特定的人 那些行使男性权利的人 那些觉得自己天生高人一等 野蛮的谈在特权环境中 坐下其成的人 换句话说 变男不是真的厌恶男性 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 基本质是挑战父权社会 改变从看见开始 推进阅读 去看见女性身上无形的枷锁 去改变被父权制 框定的狭窄命运 去实践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里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